欢迎回来 高雄布丁三姐弟因为退货纠纷 闹上新闻版面 阿嬷为了护孙疑似不堪舆论 企图在屋内亲身 而艺人蔡康永也在脸书上po文 说做善事不等于可以知道对方怎么生活 希望网友发言能够多点立心客观 10号下午警敲破门 发现布丁三姐弟的阿嬷 摊在椅子上意识不清 原来她疑似不堪连日来的压力 企图在家寻短 还好及时发现 送医后没有大碍 意思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给她做医疗处置以后 便能醒过来 但是还是有 高雄这一对三姐弟 原本因为可怜身世 白布丁 发外界投资评 近日爆出退货纠纷 还被网友齐底指控诈骗爱心 阿嬷已死了才做出傻事 消息曝光后 艺人蔡康永的po文也引发网友关注 十二晚间蔡康永在粉丝团po出图文 说我们做善事是因为我们不想做才对 而不是我们可以知道对方怎么生活 付出是因为我们想付出 而不是因为我们比较高级 虽然没有指明道姓 但网友认为 可能是在隐喻三姐弟事件 也不用太去解读这些东西 因为做爱心本来就是自己 不是内心 我还在看事情 经过是什么 从延误送货到网友指扣 三姐弟吃用高雄 一连串的风波 已经模糊 原本消费纠纷 变成网路上的 就高雄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